为强化游客的安全意识确保旅游安全 也因应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加强防疫措施 提供健康的旅游环境 华东重管处配合交通部观光局 110年度旅游安全宣导中 19号在驴域潭台北码头 举办了110年驴域潭水域活动救生演练及防疫宣导 加强驴域潭游艇业者对于游客安全措施的提升 这次活动特别和花莲县消防局第二大 对寿风分队以及花莲县寿风商卫生所 城南社区发展协会 驴域潭商圈发展协会 及驴域潭周边传播业者等一起参与 由华东重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庄明豪副处长来主持 也对每年在三月举办的 驴域潭水域救生演练表示 希望能够强化业者在紧急应变的能力 驴域潭湖色山景可以说是非常漂亮 那在104公里当中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到我们驴域潭 那从我们近期的一个游客统计量当中 游客人数不断的增加 所以说我们要提供游客一个优质的一个油气的场域 更需要注意我们一个安全性的考量 所以说我们整个观光局 全部在每年的三月的第三个礼拜 全部动起来 共同来宣导 就是开心游 平安归的一个政令的一个宣导 我们礼潭是以水意活动为主 所以说我们也将水意的一个游客 万一有失足落水还是一个靠岸需要救援的时候 我们也采取了一个紧急的一个应变的措施 还有整个一个防治的一个作为 那我们也配合我们卫生局跟卫生所 来加强我们AED以及CPR的一个训练 那来搭配我们业者呢 平时的一个专业素养业养成 能够提供我们一个游客能够最安全的一个场域 包含了欢令县中区服务处副主任林郑福 李渔潭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明哲 池南村长张清飞都到场参加 张清飞也非常感谢众管处能够给予业者紧急应变的演习 借此提升民众的旅游安全 众管处每年都在我们李潭来办一次的一个课程 救生演练的一个课程 让我们游客能够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 也让我们业者能够体验 如果碰到落水的游客能够怎么样去救援 赶快最快的时间去救援 让他们能够很放心的去坐船 去有驴毅潭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课程 110年度鲤鱼潭水域活动救生演练剂防疫宣导活动 邀请了周边业者与民众 借此加强各单位间的横向联系及合作 增加紧急应变处理之经验及能力 为达成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开心游 平安归的目标来共同努力 记得林杰受风箱采访报道